中国人一来讲究圣实的善忠 然后往往圣实努力善忠 那么在当今社会环境下 我们应该如何圣实 又该如何做到善忠呢 曾明世强围观之道第十二讲 实时求善忠正在播出 我们有一句老话 叫做圣实善忠 圣实未必能够善忠 你看有很多人刚开始 一板一眼 规规矩矩 做得非常漂亮 但是一阵子就变掉了 就变掉了 一个人非常好 非常值得信赖 但是不升官则已 一升官慢慢就变结了 然后再升官又完蛋了 最后 没戏了 这都事实 有人 他的恶名照章 大家都知道他贪污腐败 什么都来 可是他还在升官 所以很多人就很抱怨 还有公礼吗 怎么会这样子 难道上人不知道吗 其实不要这样想 老天是有眼的 但一个人 小小的一点出轨 老天不能收拾他 老天收拾他就是老天没有天理 老天要收拾一个人 他有他的根据 也有他的法 天也是有法的 怎么可能没有法 天的法是什么 其实要这个人 做到四个字 老天就收拾他 叫做恶贯满盈 可是恶贯满盈是标准 是每个人都不一样的 每个人都不一样的 我们已经讲过 你这辈子 你有什么成就 是你屡事积德所造成的 你要不要一直把它花光 那是你自己的事 其实我问过很多啊 赚了大钱的人 我说你真有办法 你赚这么多钱 他都跟我讲 这哪里是我的办法 我说那你是怎么赚的 他说啊 还是主宗有德 我说你是真的了解的人 一个人相信自己的能力 那是很悲惨的 因为能力都是很有限的 一下就不见了 你看完水浮帐 你应该很清楚地 记到三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英雄都是被逼出来的 没有哪个人从事要立志要当英雄的 没有 宋江 搞得走投无路 逼上梁山 哪个人不是这样 林冲八十万教头 那还得了 可是你看到他的时候 都是要死不活的 武艺是不可靠的 才能是不可靠的 什么都不可靠 武艺可靠的 就是品德 我品德性格很好 我这辈子很凄惨 我会 我的子孙会得到福报 还是很公正 但是不公平 我想我的辛苦 为什么他们享受 那没办法 因为实业 命业 那个实一不同 整个的方法 方向 整个的现象 它就不一样 你看有时候 武人 武将 很吃香 有时候文人很吃香 就事实了 当皇帝不需要打仗的时候 武将没有用 当国家要打仗的时候 那当然将军最大 你文人算什么 你会赢师 回你家就赢了 这是实在决定 哪里是人在决定 我们太过相信才能 你就很命苦 你如果有感恩之心 表示说 我今天有一点点成就 而不是我的成就 而是什么 而是领导的贤民 指导 这句话是明的 按理的就是说 我的祖宗 积的德给我 它这一一一扬 是同时存在的 大家会不会觉得 这个人 他的身高体重 每个人都满意 没有 有人喜欢高的 有人喜欢矮的 有人喜欢盼的 有人喜欢瘦的 这样才好 这样每个人才找得到另外一半 如果大家目标都是一样的 糟糕了 那完蛋了 那永远不够分配 可是 你如果没有按照 天理 没有按照自然规律 那你就很麻烦 所以读 俗伙传 第二个 要认识的 就是武大郎 你为什么要娶潘金莲呢 有一句话 你自讨苦吃 他对你在好 然后你都谢谢 因为你不守分 各位 你是盼金莲 你嫁给武大郎 你会安分守己的 请几手 你这样就好了吗 因为那是必然的结果嘛 那两个完全不对称 所以我们太服侍老人的话 说你要门当户对啊 你要父母之命啊 你要媒说之言啊 没有一句话是错的 哪一句话是错的 我们现在都很奇怪的 把错的看对的 把对的看错的 第三个最最重要的 就是宋江到底对不对 宋江当然是对的 因为他在很无奈当中 替大家走上一条路 他也明知道是死路 那绝对是死路 因为没有人会接受 这些人进来的 没有 但是 但是怎么样 108条好汉 都修的正果 每一个人都是好死 没有一个人是不善终的 大家听到善终 怎么会觉得 人是不生病而死 怎么样 哪不对 哪不对 什么叫善终 就是死得心安理的 就叫善终 不管你怎么死 死得心安理的 你看宋江 心安理的 皇帝每次看他自己 他都知道 这是毒酒 这一定是毒酒 奇怪 这个宋江应该觉得 皇帝不会害我才对 你看每次皇帝一次酒 他就知道 完了 完了 第一次皇帝是试他的 给他酒 好了 皇帝才开始相信他 可是第二次送他的时候 他就知道 这一定是绝命酒 一定是绝命酒 林聪 对宋江非常不谅解 你不是我 你当然可以放高球 我这生这世 就是为了杀高球 不让我 在干什么 高球 高球 高球老贼 高球老贼 但是最后 他也觉悟了 还是宋江对 不能杀就不能杀 你不能因为个人的恩怨 你害死所有的人 你不能 我们要做到 圣死善终 第一个 第一个 以两难做起点 你才会圣死 一个人千万记住 一切事情 老天安排的都是两难 看到水果 不吃 他会烂掉 吃了 就没了 看到饭 吃了 糖分就高了 不吃 他就饿了 这都事实 尤其相信的这种天气 你多穿衣服也感冒 少穿衣服也感冒 感冒不吃药 心里老不安 一吃药 麻烦更多 我们现在都是一厢诚愿 说一定怎么样 一定怎么样 田底下哪里什么 一定怎么样 但是有例外 就是你在红绿灯的时候 红灯你就不要找 你不要说 不一定 那什么不一定 可是当你到 方郊野外的时候 你可以不一定 我问你 四边都没有人 也没有车 天上香下雨 又是很晚 红灯 你要不要停 我不知道你要不要停 你可以停 当然可以停 但是也可以不停 但是你的选择 可是在马路上 在寺里面 你非停不可 你不可以是不一定 男是不一定 所以你看连不一定 都不一定 这就叫两男 不一定不一定 就变一定 一定一定就变不一定 这叫做易经的思维 现在人没有 现在人切开了 一定就是一定 不一定就是不一定 那完了 那就无法胜死 无法胜死就不得上终 我们一生一世 都在追求 当下的平衡点 当下的合理点 那要养成高度的警觉性 高度的怀疑心 你要怀疑心 就等于警觉性 说好听 就说这个人很有警觉性 说男人 这个人 怎么那么怀疑 他本来人就应该怀疑 你不怀疑 哪里有警觉性 只有圣事才能善终 圣事就要以两男为起点 时刻保持警觉性 那么要想善终 还需注意什么呢 第二个 过程要很谨慎 过程要很谨慎 每一个领导 最需要的 是个知人善任 知人都很难 何况善任 知人的前面要知己 我当领导 我知道我性质比较急 我就要用一两个 性质比较缓的人 不能急啊 我急你也急 那完蛋了 急到哪里去 我知道我的性质比较慢 我就要用两个 性质比较急的人 我知道我脾气很坏 我就要用两个 比较脾气好的人 我脾气太好了 我就要用两个脾气坏的人 他用互补嘛 但是有些地方要相同 就是理想要相同 道要相同 我们要怎么样 了解一个人 但是不要完全相信任何人 因为人会变 那怎么办 很简单 非常简单 就是说我随时 我都会去查核 我随时会去查核 我会在那个 无关警要的时候 去试他一下 我不会到警要关头 才试他 到警要关头才试他 我完了嘛 我只要搞错 我就被他拖下水了 你看以前 我年轻的时候 我们有时候要出国 二老不住在同一个都市里面 我们小孩要脱水 你不能动不动就带小孩出国 那不可能 怎么办 很简单 我上班的时候是有校车的 我一说上校车 我旁边那个人 我就跟他讲 我说王主任 今天十二点 有人要来找我 你能不能麻烦一下 十一点五分打电话给门警 说我在什么地方 要找我的人到哪里来 看他怎么回答 他会说 那你自己不会打电话给校车呢 要我打 你说啊对对对 你知道这个人 他是不肯帮人家忙 但是没问题没问题 那你怎么知道 这件事是真的假的 那我很简单嘛 我就十一点五十二分 我就打电话到校车 我说刚才有没有人打电话给你说 我在什么地方 他说没有啊 没有就是他根本没有错 他说有啊 我就知道这个人很可靠 你人不是你怎么改相面他 没有啊 不是凭你的感觉 不是凭他的保证 最后领导委 在平常 你要是每一个人 你才知道这个人 他可以承担到什么地步 他可以相信到什么地步 然后紧要关头 你找人一定找对的 你不会找错 你只说一出手就错 就是因为你平常没有做些这个 准备工作嘛 你没有 我不会随便相信任何人 但是我会试 我想有一天 要相信他的人 我一定要先试 试了 如果再做 心安理得了 那是天老爷 觉得我应该受这个处罚的 我心安理得的接受 我没有愿嘛 因为我都试过 我尽了力了嘛 还是这样 没有问题 算了 无所谓 这样你就算终了 就是你有亏欠 你很后悔 甚至你还怀恨 那就不得算终了 那就叫不得算终了 我们每天要反省 反省怎么反省 很简单 坐下来 先想 我今天有哪些得意的事情 你先想一点 得意的会什么 然后再想 我有什么 值得要改进的地方 其实古人呢 他烧香是有目的的 你问我说那个烧香 我们常常讲 一炷香的时间 一炷香的时间 就那香要这样烧下来 它有个时间 你要反省 怎么样 你点一炷香 插在哪里 这个跟神没有关系 跟理性没有关系 而是告诉自己 如果没有那支香的话 我很容易放过自己的 我没有什么缺点 没有啦 真的没有 真的没有 就过去了 人最容易放松自己 我现在点一炷香 我要坚持到那个香烧完了 我才放过自己 那我至少要检讨出一些东西来 香是拿来计算时间 告诉你 不要轻易地放过你自己 你才会把自己的缺点 把它真正地检讨出来 否则啊 你很容易放过自己 人对别人的过错 会记得很牢 人对自己的确实 经常是觉得 哎 无关凝要 因此 我们第三点就讲到 什么叫善终 要想得善终 除了要懂得知人善认之外 还要不断地进行自我反省 以求完善自我 那么究竟怎样 才能称为善终呢 善终在欲经里面 不是用善终这两个字 它是用无究 用无究 无究就是没有遗憾 没有后遗症 才叫无究 无究的意思就是说 你只要是人 你不可能不犯错 人不是圣贤吗 怎么能不犯错呢 而我每次到这个 祭拜孔子的地方 你都发现孔子在中间 旁边有一个副圣 就是颜回的牌位 颜回三四几岁就死了 很短命 他没有留下什么著作 他也没有什么功名 他为什么死了以后 还有那么一个尊贵的位置 叫复生 什么道理 复是欲经里面的一个卦 叫做复卦 复卦最要紧的是三个字 叫做不远复 不远复的意思是说 你做错就是偏离正道 只要你不要偏太远 你就能够回来 就不错了 就偏了 你还不能说再偏 还不能说又偏 那就完了嘛 复卦的意思就是说 颜回不是没有犯过错 不是 而是他每次一犯过 他很快就会反省 很快就会拉回来 这是了不起的事情 知过必改 而且还要从内心的 我是不主张道歉的人 你看我们现在年轻人 学会了道歉以后 他就乱来了 最重要就是他背后 戴个背包 很喜欢 你要知道你戴个背包 你后面因为长眼睛 你过来就串到他一下 一过去就串到他一下 人家讨厌要死 你要戴背包可以 你要有本事 不碰到任何人 现在道歉道歉 道歉道歉 道歉道歉 我滚隔道歉 就表示你根本就是不知悔改 你道歉什么东西 像我们哪东西 我们是不会去碰到任何人 所以我们一辈子不用道歉 我从来不讲中国人不对 因为我们道理就是对的 是这些人做错的 那你怪谁 聪明的人是懂得保护自己 懂得挚爱的人 而不是说我比别人聪明 我所作所为别人看不懂 没有那回事 绝对没有那回事 你说什么人家都清楚了 一清二楚 你看上车 看车子来 你只有一个想法 车子停就好 再拥挤 我都情感情愿 因为车子经常不停 拍刻两个就不停 车子停就好 再拥挤 我都不介意 然后车子一停 你上去 怎么那么急 怎么那么急 就是你急上来 我们才急的 你不上来 我们根本不急吗 你讲废话吧 但是十个八个是这样 不知爱 然后就开始抱怨 同样买票 怎么你有位置坐 我就用这样的 这不公平 然后看到有人就说 小那一点给我做好不好 你慢慢会知道 中国为什么慢慢的 越来越不好行 越来越不关照别人 就是当你好意 你看他年纪大 好意 深开一点 他坐进来 他一开始就说 我只做三分之一 做人要有分寸 然后过一分钟 马上想到 你们可以靠背 我怎么不能靠呢 靠而管你的 谁让你谁打败 谁做好人谁吃亏 这是活的教训 就是不知爱 根源就在不知爱 人人首分 人人不要认为自己 比别人聪明 人人觉得我吃亏一点 我才有福气 我们什么事情都没有 很容易做的 人只要你位公 你偶尔犯错 大家会谅解你 不会追究到底 你只要是位师 所有人都心智肚明 都看得清楚 从此要建立 拾目所示 拾手所指 其实孔子的一句话 讲得最清楚 孔子他说 秋 秋是他自己 秋也信 他说我孔子 真的很幸运 我偶然有点能过世 全天下人都知道 别人做错事 也没人知道 也没人计较 我稍微有点偏差 全世界都知道 现在其实代代子孙都知道 孔子就讲了一句话而已 说为女子与小人 为男养严 被骂几千年 其实孔子那是有感而发的 孔子跟他的太太处得不是很好 孔子跟他的儿子 也有一点问题 那他为什么不能讲这话 妈妈死的 儿子一直哭 孔子说你是哭够命啊 哭那么久了就不要哭了 你哭都没完 那是他们家的事 他有感而发 他才是个正常的人 如果孔子每一句话都讲正正经经呢 那他完全是做表面 完全是骗人 孔子是有血有泪的人 你看孔子的儿子 所有人都怀疑他 孔子学生最怀疑的就是他儿子 你是孔子的儿子 你爸爸一定留下一些什么秘方秘诀 不告诉我们 偷偷告诉你 到底有没有 有一天有一个人就鼓起勇气 去问孔子的儿子 你爸爸有没有私底下传送你一些东西 他儿子说没有 然后他说等等等等 有一次啊 我爸爸问我 你读的理没有 我说没有 他说不知理何以利 然后大家就传 果然孔子有私信 把这么重要的话 只讲给他儿子听 不讲给我们听 他讲不知理无以利 你可以说他是最要紧的话也对 你说他这个平常话也对 好在孔子的儿子没有什么出息 否则孔子真是不白之冤 但是老天有眼 那样孔子的孙子又非常出色 这叫隔代遗传 你看孔子的儿子就受到很大的保护 所以现在在天上 他们三个人 祖孙三代就经常讲这个笑话 孔子的儿子就跟孔子讲 我有这么好的儿子 你有没有 然后他又跟他儿子讲 我有这么好的爸爸 你有没有 他也是一乐 他也是圣死圣终 人要知道自己 要明白自己的分寸 要自得情乐 当我们发心 不管你从哪个角度 不管你从事什么行业 不管你的工作职务高低 你一心一意都要为人民服务 你就是一个顶天立地的中国人 你就是一个学而优 你就是一个学而优 则事的一个典范 这个时候 你就会放心地把围观之道 用在你的日常生活上面 人家也不会骂你 官家子官僚都不会 人家反而会很感谢你 是个好官 你看我们中国人 把人都叫做罢官了 哪怕干什么都叫罢官 就是这个意思 谢谢大家